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钱呢,对现在社会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忠告的 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有钱人 但是大多数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没办法成为一个有钱人 所以我们很羡慕那些成功的赚着钱的 尤其是那些商界大佬能进服服排行榜的 太厉害了,是不是?我们也很佩服他们 很多人把他们当成了人生的偶像 甚至励志的典范 你看国外的巴菲特、乔布斯、比尔盖茨 国内的马云、马化腾、曹德旺、刘强东、印正非、于敏洪等等 他们的奋斗史,他们的传奇故事 他们的创业经历,让我们很多人激情澎湃 很多年轻人都把他们当成了指路的明灯 也有很多年轻人把他们当成了人生的导师 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人生都是起起落落 就算这些商界大佬也是起起伏伏的 也是一代新人换秀人 当年老是中年轻的时候 也有自己崇拜的商业偶像 谁啊? 他就是被当时称为商界枭雄的国美老板黄光玉 白手几家创业 他的创业经历 在商界呼风唤雨的能力 霸气的做事风格 独特的人格魅力 让很多人崇拜成为很多人的偶像 老苏也不立拜 我相信当时有很多年轻人把他当作偶像 是不是? 很多年轻人崇拜他的 我始终觉得 在中国咱们这么多年来 有两个人被年轻人崇拜达到一定高度 谁啊? 一个是马云 后来的 再一个就是一千的黄光玉 别人那些有些人 我们也崇拜 也佩服 但是这两个人被大家认同的崇拜程度 他俩是到了一定的高度的 那阵的黄伟和他的国美 真的是在商场上无往不利 所到之处必言血雨腥风 但对他的包本不一的 喜欢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老百姓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国美 才把国际电器的价格打到了一个新的区间 说实话在网络没有实行之前 实体电器的价格就是靠国美打下来的 后来才是网络再往下打一波 说实话在这情况下 国美还是让老百姓占到了便宜的 所以老百姓还是很喜欢的 但是呢 同行业很不喜欢他 他所到之处 同行业生活就很困难了 是不是? 那他和他合作的厂家呢 对他是又爱又恨的 爱的是什么 国美真是有销量 恨的是什么 太霸道了 真是不让厂家们挣钱 是不是呢? 就是这样的 所以对他的包剪也是不一的 当时啊 国美走到了一个最巅峰的时候 你看他那个霸气 我真的 我那边就是佩服他的 我记得我听他过他的采访 也那时候问他就是 黄农你看你有了钱之后 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特别感悟什么 他说话呢 他说我真正有了钱之后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 我想吃点啥的时候 不用看价格了 我上饭店我想吃啥的时候 我不用看他多钱了 哎呀 这句话 平凡有感人 和那种 我对钱没兴趣 我不是感觉这个 我觉得很实战 去想吃啥 不用看价格了 而且他说过 只要有30%的机会 我就敢去看 就敢去不饿 这种霸气外露 真的是这样的 当时有的人质疑他 说的 管理风格怎么怎么样 家长式 甚至黑社会式的管理风格 一般的别的大佬 比如说这种情况 被别人自理 要出来辩解 我怎么怎么样 人家不辩解 当时直接刮了个光头 来到大佬 哎呦 那霸气的眼神 舍我其谁的气度 那真是 所以当时老宋 一下子就喜欢了 就崇拜了 真的 我相信很多人 就是因为这个崇拜他 说实话 对大家来说 成也是他这个性格 败也是他这个性格 在国美最巅峰的时候 收工有乐 收工大宋 大家都认为 下一步他要收工 苏宁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从巅峰顺路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违法了 然后被抓了 最后判处了14年 说实话 失去了黄光玉的祖国美 瞬间就失去了灵魂 虽然他没有倒闭 但是也逐渐坠落了 逐渐逐渐逐渐没落了 他还在 他没有消失 但是呢 他已经被挤出了 一流的企业 阿里啊 京东啊 什么腾讯啊 什么拼多多 这些出来之后 说实话 他们 国美 真的算不上 一流企业 有很多新的偶像 已经出来了 就算是这样 但是 有很多人 也没有忘了他 也没有对他 失去信心 大家都认为 直到黄光玉 一出来 商场 就商界成 一定是 续场血雨腥风啊 他一定是 从振旗鼓 这才是 刚有的画面啊 重新又 踏上顶峰啊 这才是偶像 该有的样子 对不对 大家都那么想 都在幻想 黄总出来的 会怎么怎么 怎么怎么样啊 做手大刀阔斧啊 会成为 又一个顶峰啊 这才是 大家希望的样子 才是大家 心目中的英雄 心目中偶像 应该做的事 那点经常传言啊 动不动说 黄总要出去啦 黄总要出去啦 一传到这些啊 又很多人就跟着兴奋啊 就想看这种 高手过招的情况啊 每当一传出来 国美的股票 就会大涨 每当一传出来 国美的股票 就大涨啊 大家都是看热闹 但是每次都很失望 每次传了好多 那次这种情况 最后悄无声息的 大家都懒得传的时候 十年多的时候 终于出来了 啊 他这一出来了 大家虽然没有当初那么兴奋 因为毕竟过了十年了 大家的兴奋度已经过了 嗯 但是呢 还是抱着一丝期望的 都认为王者归来嘛 但是老实 他出来之后 有照片吗 啊 他的照片什么 看了第一眼之后 死亡了 为什么呢 感觉这个人 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 完全不是一个人 如果这个人说 如果不说他事的话 我真本觉得不出来他事 是长了还是原来那样子 可能还挺像 但是眼神了 缺少了那种霸气 啊 脸上也缺少了那种 舍我欺负谁的 啊 那种感觉啊 就很平淡 很普通 他的眼神就很温柔了啊 和我们普通的一些 周年老板呢 一些的小老板 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你看着他这张片 感觉他平易近人 更多了一些 但是那种藐视天下的 自信少了一些 当时我就感觉 好像他不再是 当年的红红红红 说实话 经过了他出狱 这么长时间 虽然我们也期盼着 他从政旗鼓 但是好像 不行 甚至前两天传出来了 国美要是破产的 被破产清算的情况 虽然国美哪上发表了 阿皮瑶啊 说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他是越来越艰难 好像重回巅峰 只是一种盼望了 几乎不可能了 我们也知道 黄王瑜基本上 越来越走入平庸了 一代商界的 萧雄 住持 没落了的感觉 很多人说 为什么这样呢 说黄主 失去了最好的十年 网络高速的 发展的十年 说这十年呢 他对外面的变化 已经缺乏了认知 缺乏了了解 所以他已经跟不上 这个时代了 才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这样的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 以他的接触东西 就算他在里面 接触这十年 怎么样和他不至于说脱离了社会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他没有了原来的那种魄力 没有了原来的那种霸气 没有了原来那种自信 没有了原来舍我其谁的勇气 以前他说过 我可能有百分之三十的机会 我就敢干了 可能现在他有百分之八七十的机会 他也不一定敢了 说实话 我是认为啊 现在的黄光玉 已经不是当初的黄光玉了 他不在了 他从独一无二 让我们佩服的偶像 没落了 变成了现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 如何能够呼风欢雨啊 哎呀 挺感叹的 真的 不知道朋友们 有没有过老宋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老宋亲身的想法 和亲身的经历 有种感觉 哎呀 不会再回来的了 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开老宋 砍大赛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